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奉点微博 我是Vicky陆静怡 让我们先来看看今天都哪些热点微博呢 最近在国内有一些女孩的头顶 有一根绿色的小草像是从头顶上长出来似的 这种新奇的造型经常引起周围群众的议论 据了解这种既流行起来的蒙古是最近最热的饰品 似乎是一夜之间大家脑袋上都长草了 而说起这个物件的由来 很多淘宝店主都说是从动漫展上推广出来的 去年就有动漫迷自制了小草发夹 夹到头发上在网上很受欢迎 之后就成了这个流行 不过虽然这个由来听起来还挺有趣的 可是这个美关系就是让人不敢苟同 有网友吐槽说 这个不是一般人能懂的时尚 那接下来再看这条微博 你的自拍照上是只有你一个人吗 网络爆红的一组牵着男友的手 游世界的照片是不是羡慕死了各位单身人士呢 近日由英国设计师艾瑞克和贾斯丁设计了一款全新的自拍神棍爆红网络 它让自拍者告别孤单 该款自拍手架外形酷似成年男子的手臂 自拍者只需要在拍摄时紧握自拍手架的一端 并且调整好表情所拍出的照片 就像如同与一个粘人的异性朋友手拉手拍照而成 这种逼真的拍摄效果使得该手架的体验版 已经推出变好评如潮 不过照片效果是很好 但是为什么看到最后让人觉得这么悲伤呢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凤典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